拿著不同的回收破料 機器掃描後立刻判斷材質 就醫回收更加便利 你可以把它拿到哪裡 拿到我們的瓷季回收站 以往大家熟知的 將寶特瓶抽砂做成毛毯 這是屬於一次回收 可以做成衣物帽子 大愛感恩科技運用回收就醫料 以Artoa概念 Recycle to Recycle 就是二次回收 研發不同產品 像這件刷毛保暖背心 整件都是用二次回收材質製作 整條的拉鍊都是鋸質的材質 背心它毀損了或者是廢棄了 它可以整件到環保回收站 那直接破碎就可以再回收 而這副戴起來帥氣十足的太陽眼鏡 民眾看了愛不釋手 鏡片是屬於寶特瓶一次回收 透明度較高 鏡框屬於二次回收 硬度較高且堅固耐用 戴起來是覺得蠻輕的啦 像是不會掉的 那我們這個採用的是回收的毛毯做的鏡框 那鏡片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防UV還可以防炫光 喜歡戶外活動的朋友 試背防攻擊背包 回收聚之材料加混紡 包包更輕更耐磨 可能累的時候就是隨手放下來都可以做 然後它容量蠻大的 在攻擊的時候它有一個抵擋作用 對所以它這個裡面是有骨架 不管是保暖背心太陽眼鏡或防攻擊背包 回收材料一樣也能打造不同產品 多花一份心就能多給地球一點愛 大愛情我黃柴喜徐英豪台北報導 還避免五大小龍 ,加州的大學 。 蟻柴,加州的大學 綽魯 。 感谢观看